首先,猫哥要向广大乌有,我们承认个错误,过去,我的确神居的帽子扣多,那尤其是只不一大我就控制不住积极,你们知道的也怪我文化程度低,见赏能力基本停留在卧槽,太好看了的水平不过。 刚刚回归这部剧,它已经超越了神居的范畴,我确信的程度,大概相当于李卯露梅多头发,周卯波是钢铁直男,雪诺无所不知,只要我说出他的名字,看过的屋有绝对一波承认三连真事,没错,肯定的神剧,风骚律师第四季,关注公众号猫猫美剧,后台回复片名观看,第四季刚回归具体成色还要到盖观定论,那天毕竟的高的期待, 也要经过观众和时间的检验,我们先看看前三季猜有多牛,一季一季豆瓣9.3分,第二季9.4分,这可都是妥妥的上蓝的评价,数到了第三季,正让人震惊9.8分起步,9.7分收尾如今一年过去了,稳稳的9.6分这一季,回归直接刷新最高分, 记归的9.8分光看评分,你可能猜不到这是一部美剧,因为这高分和稳定性,一直是属于BBC纪录片那种,在和这几年的美剧季,能做到这样基本用三毛,你的头发都能竖清楚,绝对罕见而且更惊人的一点,风骚律师虽是一部衍生剧,但可不是简单的挂靠产品,它完全有能力独当一面,提起衍生剧 大多数美剧爱好者,都可吃之一笔,因为真的嫌弱,精品大部分都是情牛在消耗原作的名气榨干最后一丝影响力,大概就是嚼别人剩下的膜,吃干的渣子能甜吗? 比如,大名鼎鼎的老友记衍生剧《乔一》结果只播出两季,就草草收场风骚律师,脱胎于更牛逼的绝命毒师,不,现在一样牛逼,在权力的游戏还未正式完结之前,绝命毒师是我心中,绝对的第一美剧, 可以这么说这部剧的任何一个环节,一个情节,一个人物性格编剧都找到了最精彩,最和呼罗剑的最有解释是极牛逼的结尾,让他拥有了不可逾越的高度 即便现在猫哥还是会再听到baby blue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死在实验室的老白,重获自由的疯癫小粉,这是最坏的结局,也是最好的结局 除了这两位最耀眼的就属风骚律师的主角索尔本剧讲的是黑白通师的风骚律师索尔的前世今生,时间线设定在2002年,所以要早于绝命毒师的过世线,那时候的索尔还没成为那个better口骚的黑律师,还是叫着自己本名,极美的律师借小白,也会一步步的看着他从一个小混混,律师变成大流氓律师你也会理解, 为什么他每次都可以帮老白和小粉成功处理烂摊子,因为他自己的烂摊子更精彩当然,索尔今生也就是独师之后的故事也偶有提及,比如第三季开头,就插入了一段此时的索尔化名基恩跑路,再在一家奥马哈甜品店打工,而这家店在独师,终也有提及即便在跑路打工,时也不忘他的律师本能,在一位年轻人被警察逮捕后他犹豫再三喊了一句,什么都别说,找个律师, 其实就凭这句话,我也相信,索尔会东山再起,老白的是无非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小插曲毁灭性打击对索尔来说就是家常变反,一样就像读师的英文人名,超越罪的索尔被人们喜爱,也早就无需诱善的定义,他不是命中注定,要成为风扫律师,而是生活没给过他太多选择他身如蝼蚁,而心比天高,他不顾一切低价的争取甚至顾凶杀人,偷窃,篡改证据,但方, 风平浪静后,立马就是下一次晴天霹雳,正是因为他的旁门阻到他的风骚,让他成为底层不入流人们的救星对抗权威的利器,但这并不代表他伪光正相反,他很利己,利己得很真实,他唯唯琐索,唯唯诺诺,害怕危险,但风骚的是,他却总能从绝路中化显为夷,他置身社会的灰色地带, 却从不主动伤害别人在他的身上,甚至在整部剧早就看不出善恶的界限,一切人物的选择合情合理,不管是成恶还是扬善,都是综合考虑的最优解,每个人物性格都立体到复杂的程度,但正是这份复杂,更引起观众的共鸣,让观众相信这是一部人戏,而不是脸谱戏。